6. 星島日報 新樓反卻密密針 2015年7月22日星島地產 C01地產人與張小東踏入月底 全新盤開售佔見眉目 多個已獲批預售一段時間的新盤 最近亦進入開盤議程 最快趕在月底開羅 令新盤市場保持活力 本月最觸目的一個市區盤 發展商先後兩次加推 進推手上單位 項目首批低市價約一成開賣 其後加推均有加價 至最後一批定價已貼近新盤二手價 但整體定價仍具吸引力 料首日開紅盤的機會仍大 開紅盤機會大有區內代理就指 發展商過往推售同區新盤 而累積一批捧場客 加上首批以低價開售 及同期未有其他新盤開售分散注意力 令這項目成為市場用家及投資者的焦點 項目兩房戶六百多萬元選擇多 對同區分之家庭二有吸引力 未計投資者亦有二分一杯羹 令項目食客比例較高 首日要售出九成單位應可以做到 指示一批定價近千萬元的三房單位 就要看臨場買家是否去馬 避免打對台最好批同運 發展商開售的時間表又再上議程 特別是今年下半年 新盤供應負責中在新界區 區內一批項目更有可能提前推出 以避免直接打對台 令下月新盤推售量隨時彈升